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在做创作这个戏的过程 然后因为在上一次的那个 那个澳门风云的那个时候 山的时候 就觉得有很多事情没做好 然后这一次看到投资人 然后制作人 写剧本 演 每一个人都会很紧张 每一个人都很用心 因为在他们准备的时候 也没想到澳门风云下来的那个 那个遗留下来的一些 一些后遗症 对 那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在 战战兢兢的那个 对啊 我虽然可能就是 在技术性面层面可能会 会在上一次 留下一些问题 那我也觉得大家不需要 就不是要太 太担心了 就是我觉得大家会看到我们的用心 所以有时候我看他们 哎呦就好像 他应该笑一笑吧 可能 可能真的大家 我们懂得笑 我们在工作时候 所有人都懂得怎么样去 开开心心的话 我觉得这个世界 其他人都会跟着我们开开心心 他也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什么理由 对啊 那只是因为在这样 我就 我很想很想 告诉他们的一样事情 这本来是没有那么武侠 武侠主题曲 因为他们刚刚要怀旧 就是因为那些海报啊什么 都用了一些怀旧的 那我 如果说我怀旧的话 我是非常喜欢武侠主题曲的 那所以就取了这种曲风 那里面也写了一个 其实我用了很多很多以前 一些诗歌啊 叫黑的语啊 那些这歪的风啊 那些就是 鼠风云看清朝 那些很多我们小时候 就都触碰到的一些画面这样 或者是文字这样 对 所以就是其实澳门风云3 当时有一些口碑上面的那个 是令到大家非常困扰 我觉得是啊 我觉得看到他们压力 好像误望好大 那您觉得呢 当然会有啊 但是但是我最重要就是 就是用心去去去去做了 因为每一个每一个部门 都没有办法去掌控 所有所有其他人 那中间因为电影是一个 群体的一个一个创作 然后中间只要有一个 问题出现 就是这需要整部电影的 所有部门去承担啊 这样对 那您觉得就是 我们回到笑点这个问题上 当时所有人觉得 有一些声音会认为是 王金导演的笑点 已经跟不上这个观众的变化了 在那些讲的人的世界是这样啊 但是他也有一群 因为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那个数据 其实有一些还是跟 还是跟得上的 对 当然总会有人跟不上 这个因为喜剧 今天我们也聊到喜剧 悲剧好像就只有那几招 喜剧真的是无穷无尽的招数 现在就是在市场上面 不管东北的 不管一些文艺的喜剧啊 然后一些笑点 然后后来是悲剧的 那个都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就是我们看到二人转 然后那个小品相声 很多很多 我们现在看到节目上面的喜剧 节目也很多 那所以反而我觉得喜剧是需要 再强大一些的心脏 才可以承受 对 那这次这个片中 就是宝爷身上的笑点在哪里 给我们观众推荐一下 我还是 我一直下来演喜剧 都是如果大家还记得 那个黑马王子 对 这是一个成熟版的黑马王子 只是头没那么疯狂 对 像那个我其实昨天看了的 还是很惊讶 就是包括那种一屁股坐在地上 然后还有那个被压住那样 就是像这种出丑的搞笑方式 到现在都不太排斥吗 我 有没有想过 我没有必要再做这种的想法 我觉得 我觉得演员嘛 你首先要分开演员 当你在这种环境底下 我觉得这是可以发生的事 对 那如果我们回到 查理卓布林 卓 卓别林 对对 其实他就是这种 但是他是艺术感非常高的 那只是现在我们把它分开 那我们光是看那个镜头 可能太挂照了 但是我们也回到他的心情 然后他家里的事情 然后他友谊跟小明 那我们整体下来 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是有厚度的 对 最后尤其是那个 周秀文的出现 哇 哇 哇 那实际上是怎么想到这个点 是有您的那个想法 这个是时间上面的 因为这个 如果是单一男主角的话 可能会 爱情的那条线会发展的 比较浓一点点 那现在是双熟的戏 那所以我们就把爱情的 那个压低了一点点 本来是想开场就介绍 刘德华这个那个警察 这是特警 他第一场就被追杀 带着老婆就走 那就是感情的成分会比较多 到最后就是 就把他放在一个行李箱 把他拉起来 就丢到那个飞机的什么地方 就 那从那天开始 就不愿意再打电话给老婆 不想他受害这样 就本来是这样开始 但是如果这样开始的话 整个故事就会有点偏 对 因为我们发想的 还是在小明的那一部分开始的 对 像就是确实你刚才提到 喜剧有很多种 但是其实这么多年 我们看到您还是在 王金导演的戏里 就是一如既往的这么放得开 包括自黑啊什么的 就是这种 就是为什么呢 没有啊 只是我觉得大家看到 我在盲探也很放得开 对 但是还是就是那种 那时候还是形象就是会保持的很好 不会啊 我这个也很好啊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只是这个是在动作上面 然后盲探是在吃货 对 也是这样 这个只是在不同的环境底下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次的 王金的整个格局 还有我也不知道 可能这话大家不认同 但是我觉得他这一次 真的比较用心 我是看得出来 对 看得出来 很多的细节是我们之前就看到 同类像这样的题材的电影中 多出来很多细节 嗯 所以我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 虽然他是前辈啊 我觉得我 他也可以慢慢 有空间 让他在不同的 就是喜剧里面的那些 那些灵角 把他磨再磨得圆滑一点点 对 就昨天晚上看完 还有一个感受就是 你和小明都很拼 就是一边还要保持风度 一边还有这么多夸张的 那个动作戏要完成 那个形象 还有什么 有时候会有那个扭曲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想到你们 就是都是很拼的艺人被称为 但是你对于现在这种艺人 很拼的方式 他们又要上综艺节目啊 各种夸张的那种 又要天天微博自黑 想段子 有没有觉得 比你们那时候要辛苦 对啊 因为现在真的市场上面 你要兼顾的那个 那个那个板块有很多 对 因为现在的观众不光是在电视跟电影看你 不是在那个那个就买你的磁带啊 那个黑胶片啊 然后那些CD啊那些 他真的是在每一个地方 他没有他的领域 网络的人他就看网络的东西 你讲话就要网络的那种语言 那你平常生活 你在路上碰到的人 你应该怎么样 所以他们现在是比较辛苦 所以电影啊 他们要兼顾到 然后现在娱乐性的节目 我们以前就就那么两个 你上 我们上那个那个那个 欢乐经销人还是唱的歌 那一年才做那么一次 好像春晚的那种那种台庆的活动 就是那一年 我们也夸张了 以前我们跟周润发啊 梁朝伟啊 学友啊 黎明啊 大家都乱搞啊 就是做小品的时候 但是不多 但是现在都是这种类型的节目 占据了 他们还在 就是 还在事业的那个拼搏 拼搏的那个过程 所以他们付出特别多 我们也想啊 但是我们真的 就可能在 就是平面的距离 我们在香港 然后常常跑来的时间不多 然后也有家庭 所以就没有 没有真正的可以参与到 那些电视的一些综艺节目 对 像包括像艺人遭受到 可能像网络舆论这一块 他们最近都很 令很多艺人困扰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 上次采佳辉歌 梁家辉 佳辉说他也说 他其实谈到这部分 他觉得 为什么要整天 就是讲那些 就是反复的讲那些 质疑他们的话 就是他自己 一开始有点不理解 您对这个 有没有一些看法 我觉得世界不会 因为我们而改变了 我们只能 就是适应这种 这种改变 就是我们在电影 就是家辉 也认识 就是同一年的训练班 认识很多年 其实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还有就是我们 我们真的慢慢要学会 学会这个吧 就是我也不知道 怎么该怎么说 可能我们做了很多年 我们调 调教我们自己的心态 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年轻的艺人 可能就认为 大家无意义的 讲几句话的话 他们就 就会受伤 然后可能 可能出事 那就不好了 对 就是那所以 近期内会有这种 就是玩社交平台 多一点 我是古代人 我是在山洞里面生活的 我现在 我现在就一个自 就一个公开那些平台都没有 那我也因为 我以前也是 就是新闻我也不看 对娱乐的新闻 我从来不 不真正的 就是当然 看到就是在报纸上面 哎呀刘德华 然后怎么 那个什么 那但是 我不会主动去看那些 然后 我每一个人说的话 我都会 我都会放在心 但是我会分到 哎这个 有些事情 我们真的 没有办法去改变 我们 我不会 我不会把它背着 那种压力 我不会放在 我一定是把它放在前面 我看一看 这个改不了不了 不要管 不要把压力 背在后面 你根本不知道 那个压力是什么 对 像现在就是 每一次跟 就是一些 第一次合作的内地艺人 然后都会听到大家说 哇 你是我的偶像 然后这样 很好 你会觉得有时候 面对跟他们合作 他们这么崇拜你的 那个感觉 这是一种什么 这个一样的 因为当年我看到 周仁发也是这样 对啊 总会 总会经过的 就未来 他们碰到的 也是 哎呦 偶像 就是新的演员 就是每一个 我从小就 就 就 我是 我是 我是六零年代的 那我进入 踏入演艺圈 我是八零年代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 总会有九零年代的出现 我看着 我抱过 谢霖峰 他是这样 哦哦哦 那因为他爸爸回来 跟我一起演 就是谢贤老师 他跟我一起演电视剧 这样 那所以我觉得 他总会有 两千年的新人出来 2010年的 每十年就会出现 一群 一个年代 我觉得 就跟家庭一样 你就把它当做 一个大家庭 那他们对 就好像我见到 我的叔叔 或者长辈 这样 这个我觉得 你就把它当做 一个家庭就可以了 大家族就 就没事 那有没有一些人 就是明确说 华哥我就想成为 你这样的人 你可以告诉我一些经验吗 我在 我在一些 其实我 讲这个 也讲过一次 这些是不能copy的 这没有 没有办法去复制 因为 每一个人走了路 不一样 每一个人面对 就是现在你面对的 我也不懂 怎么样面对 网络 那些 那我只是知道 我做好 现在我自己的那个 我的时间就24个小时 我跟他一样 如果你花在 20个小时 去兼顾那个 那你就 剩下你自己 只有4小时的时间 那我可能就花在 我怎么样把一个 比如说 今天大家觉得 这个是 我们拍的时候 要小心 压力很大 什么的 那我们就花在 怎么样 让他 比 你 认为的 高一分 两分 我觉得 这就够了 对 那就是你觉得 现在的 内地碰到的 合作过演员中 有没有 比较像你 我觉得他们 都很努力 就 从我们以前 我不是说 因为我真的经过 太长的年代 刘欢老师 我也看到他 突然唱歌 就我唱歌的时候 他也是 我唱过很久 我就看到 他说哎哟 毛宁当年的 那你们都不认识 他们都很 对 他们都很努力 很用心 就以前的宣悦 然后 大部分就是都很用心 那艺人的话 从以前的小冬 谢小冬 是吧 对 然后 对啊 然后到 到那个过境是 忘了 这一大堆 他们都是很拼啊 你看到 陈坤 还有 现在你看到 小明 大伟 然后 那个 黄博吗 不是 黄博当然了 那个 刚刚那个 是孙力的老公 哎呀忘了 对对对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很 对 我 我 其实我在刚刚 跟他一起拍那个 敌人节的时候 觉得 我 人家说我努力 原来这个世界 我 哎 我到 内地拍戏 才发现 其实 每一个人都比我努力 他们跑了东西 他们出现的活动 他们真的 哦 我觉得他 我们在拍戏 然后他说 哎呀 我在 我在那里 我在那里 然后又回来 回来又拍 拍完就又走 这样 他们都很努力 就是女的 就两个冰冰啊 在范冰冰 李冰冰 他们都是那么 然后每天练 有一次我跟范冰冰 一起骑马 我没想到 我骑马比他烂 我这学了很多年 我没想到 他骑马那么好 对啊 到时还觉得 哎呦 对啊 对啊 然后我们还很 就是骑的那个位置 还在一个小山坡上面 还也不怕 我说哦 好厉害哦 那李冰冰每天打 都都很用气 都很 对 这真的是很高的评价 从您来评价 他们就是都很 对啊 所以 还好 就是大家都认为 就是在哎呦 我在学习你啊 这样 我就很开心 很安慰 就原来我也 我也不错 这样 对啊 但是看到他们真的 蛮用心的 对啊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好 我就直接忘了 就是关于二胎的话 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一下 哪一个啊 二胎 爱胎是什么意思 好 OK OK 什么 我听不懂 爱胎是什么 好 没关系 OK 对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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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